阿中阿部長美語 親愛的評語 大家好 我是黑書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去咖啡廳或是餐廳 常常聽到 外國人 外國人 老外 老外 靠 在說我的壞話嗎 之後才發現 他們不是在說我的壞話 而是台灣人 愛說 外國人 跟國外 這兩個字 國外很開放 國外社會福利太好 國外比較好 等等 台灣 PK 國外 誰回憶 靠 什麼台灣PK國外 要PK 是要PK 類似一樣的東西 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一個國家 國外是194個國家 194 不能比較阿 對台灣人來說 國外到底是什麼 美國 天堂 加拿大 那不是美國嗎 南美洲 踢足球不愛工作 歐洲 好有錢喔 法國 好浪漫 中東 恐怖分子 沙漠 胡子 非洲 好恐怖 中國 黑心產品 有錢沒有水準 東南亞 外勞 日本韓國 我們對日本韓國很熟好不好 不過事實上 國外是194個國家 7000種不同的語言 7000種語言誒 還敢說外國人都是講英文嗎 但是美國是講英文的 你知道美國5000萬個人是西班牙為母語嗎 其實國外最大的語言是中文 中國不算國外 這個人是哪來的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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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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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化 你覺得台灣人是把國外簡化得太厲害 看得太簡單 請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UNA 你好 我是阿嬤 這個禮拜 火車有一點忙 我聽說我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哦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看一下齁 這樣請問 學中文學多久 很難嗎 學語言不難 總點不是學多久 重點是你使用這個語言多久 學術上課沒有多久 但是常常用中文這樣才對哦 你們要聽長輩 每個語言都差不多一樣難哦 要看你本來的母語是什麼 學術是可以剪光頭嗎 哎 少年男不是剪光頭 是底光頭 哎 都中文不好 不行 阿嬤不喜歡 那是要當和尚嗎 不過 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本來黑術也提光頭過 哈哈哈哈 黑術師 你喜歡哪一國的食物 我聽說 黑術師最喜歡的料理是 越南菜 泰國菜 中國菜 台灣菜 日本菜 意大利菜 很多呢 黑術師你叫什麼名字 蛤 你們平常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嗎 欸 黑術師不是叫黑術師嗎 哎呦辛苦我的孫子需要回答的廢話好像很多呢 為什麼很多人不知道黑術師的本名就是黑術師 你們以為是小米貓 哈哈哈哈 我家網路速度是一百美 哦 你家應該很大呢 很多美 怎麼放得下去 黑術師公司英文打錯了 你家公司 哎呦 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去挖一些錯誤 打錯字很重要嗎 靠腰 你們很煩耶 哎 阿媽 背有一點痛 說在這邊真的有一點辛苦 所以我們今天的Q&A就到這兒 謝謝啦 掰掰 Q&A 感謝 許果音 阿高華仔娜娜 沙拉琳 跟你的朋友分享 按讚 訂閱 再FB帽我 下個禮拜 見 Mああ